中药以效果好千小快 不伤肾脏 很快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 就算是你现在看西医 医生诊断出你的身体毛病以后 也会给你去开一些中药去吃 中药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西药 只是关于中药制作的技术 还没有完全的推广出去 但这是下一步的动作 你操的心可真多 宁巧微微一笑 他看了看时间到 下午有空吗 有空 怎么了 叶好宣问 我在这里开演唱会 你去捧个场吧 宁巧笑道 当然没有问题 什么时候 叶好轩微微一笑 时间就快到了 如果没事的话 现在就走 好 随时可以 叶好轩点点头 等一下 我换衣服化妆 宁巧笑了笑 转身就上楼去了 等女人打扮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尤其是像宁巧这种 曾经的国际影星 她的形象不容有一点瑕疵 尽管她现在已经退出娱乐圈了 偶尔只是坐坐慈善 平时都打理着她的娱乐公司 但是她的化妆师 还是请得最好的 这一番打扮下来 肖默的时间绝对不会断了 果然 叶好轩在这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 直到她等得昏昏欲睡的时候 宁巧这才从电梯上走了下来 化妆后的女神与素颜的差别是相当大的 虽然年过三十的宁巧年龄 已经算是不小了 但她还是美得有些让人窒息 怎么 没见过美女吗 看着叶好轩两眼发直的样子 宁巧不由的微微一笑道 我感觉 我年少时候的女神又回来了 叶好轩认真地说 讨厌 走了 宁巧娇称了一声 两人一起走了出去 身后有十多名保镖随行 一辆商务交车开了过来 一名保镖快速地跑上前打开车门 就在宁巧即将上车的时候 一个男人手里面碰着一束玫瑰 就好像是鬼妹一样 贫困地出现 叶好轩吃了一惊啊 她明显地感觉到 一股阴气从男人的身上迎面扑来 一个正常人的身上是绝对不会散发出这么浓郁的阴气的 这股阴气让她感觉到明显的不舒服 但当叶好轩神念锁定这个男人的时候 那股阴冷的气息却突然间消失了 她诧异地向着四处看了看 四处一片祥和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而宁巧眉头则是皱了皱 她似乎是认识这个男人 宁巧送给你 男人被保镖拦了下来 她的神情木的 脸上没有一丝的表情 那感觉就好像是一个木偶一样 这疯子又来了 宁巧的保镖队长一脸都不耐烦 收下花 宁巧淡淡地说 一名保镖收下了男人的花 宁巧走到了她的跟前 谢谢你的花 很漂亮 宁巧 我喜欢你 你能做我的女朋友吗 男人依然是一脸的木偶 她的话让叶好轩有些吃惊 你妈这货疯了吧 她竟然在追宁巧 叶好轩感觉脑子有些不够用了 按理来说 宁巧这种国际的巨型 一般来说就算是有人追 那也得是 那种开着豪车 带着上万枝玫瑰铺成的地毯 然后拿出钻戒来求爱吧 就算是再不借啊 最起码也得是个富二代 长相说得过去的小白礼吧 可是眼前这货呢 她的表情木呢 说话也有些木呢 而且身上的衣服有些破烂 那样子简直就是 天桥下面的流浪汉 她是从哪里鼓起的勇气 来追宁巧的 宁巧耐心地说 这个男人的神经 似乎有些不太正常 宁巧只是说了这句话 她就有些木无人地点点头 然后转身缓缓地离开 走吧 宁巧上了汽车 叶好轩也跟着走了上去 那个人有些问题吧 叶好轩问 是有些问题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 但是她跟着我好久了 不管我走到哪里 她都会出现 要么送树野花 要么送一只 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戒指 宁巧有些无奈地说道 刚开始保镖们很警惕 但是发现她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好像她的神经有些问题 所以就没有报警抓她 你的意思是说 你去哪儿她就跟到那儿 叶好轩诧异地问 她一个神经病 是怎么做到的 我不知道 宁巧摇摇头 我只是觉得她可怜 所以每次她送东西的时候 我都会让人收下的 你查过她的底细没有 叶好轩皱着眉头 直觉告诉她 这个男人一定有问题 查过 一无所获 他就是一个流浪汉 宁巧无奈地说 都是可怜人 这个世界上需要可怜的人太多了 叶好轩说 等回头我查查她的底细吧 确保你的安全 我可以认为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呵呵呵 宁巧嗝嗝笑道 对 我在关心你 你可是我的女神啊 叶好轩语本正经地说 讨厌 你明知道 我不是这意思 宁巧白了 叶好轩语 那你什么意思 叶好轩反问 不知道 宁巧的脸一红 别过头去 不再理会 叶好轩 这种花是什么花 叶好轩看着刚才那个男人送来的花 他有些好奇 这种花绝对不是华夏土生土长的花 因为华夏不会有这种 在冬天还开得这么大 这么艳的花 这种叫紫苏红 宁巧看了一眼 放在车上的花道 据说在华夏是没有这种花的 那个人每次来都会送上一束这种花 我叫不上来名字 所以就特意在网上留意查了一下 这就是紫苏红 叶好轩诧异地问 是的 怎么了 宁巧问 没什么 您可能不知道 这种花出自泰国 属于东南亚地带的一种花 叶好轩说 我只是听说过 只是没有见过 这种花相对而言是比较稀少的 哦 有什么说法吗 宁巧问 花看起来挺艳的 的确 这种花的花瓣极大 而且紫红 在冬天开得也很艳 这在华夏是没有的 以前的花怎么处理呢 叶好轩问 全都丢了 宁巧说 我不喜欢太艳的东西 丢了就对了 叶好轩说 听说这种花生存的地方比较阴寒 所以看起来显得有些阴晦 阴气太重 对身体不好 扔了吧 因为 宁巧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他连忙说道 那就扔了吧 反正我也不太喜欢 司机打开了车窗 宁巧拿起车上的苏子红 就丢出了窗外 汽车呼啸而去 那束燕红的花朵 很快被后面的车辆碾压而过 鲜艳的花瓣被碾压得粉碎 一条人影 从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走出来 正是那个表情木讷的男人 他脸上依然没有一丝表情 他只是默默地捡起了地上那束 被压得稀巴烂的花 然后抬起头看着远去的车队 阴寒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又有一丝愤怒 目的地到了 宁巧演唱的地方是 江浙市的市中心的一处世界广场 演唱是露天的 因为是艺 所以说根本就不存在售门票这回事 一来宁巧是为了感谢粉丝 对他的热爱 因为从宁巧心灰意冷 退出娱乐圈到现在 已经一年多了 这一年来他很少在公众前露面 就连一些选秀节目都被他拒绝了 他一心一意地铺在娱乐圈上 因为他想给娱乐圈提供一片净土 但是粉丝们对他的热情 却是丝毫没有减少 得知他来到江浙以后 江浙的粉丝们大批大批地 向他拍戏的地方用 几乎让他的工作都难以进行下去 这让宁巧有些感动 所以他才决定进行一场议演 一来是答谢粉丝们的厚爱 与此同时也是为希望工程募捐 希望能够筹得一批善款 去盖更多的食盐小学 让更多贫困地区的学生们 都吃上营养的午餐 宁巧做事从来不做作 尽管他没有邀请媒体 但是还有一部分媒体到场 为他的演唱会进行了现场直播 因为粉丝来的太多了 能容纳数千人的广场 站得密密麻麻的 无奈之下 江浙市的公安局 与武警大队 数个中队出动 又有一批防暴警察在这里待命 为的就是维持现场的秩序 叶昊圈很早以前就喜欢宁巧 喜欢他的歌 在清源的时候 宁巧也数次地巡演 来到清源 但是那个时候 京剧拮据的他 根本就没有钱 去买那昂贵的演唱会的门票 所以说起来 这还是第一次 现场参加宁巧的演唱会 宁巧一登场 现场几乎倍速 大大小小的横幅 与牌子纷纷举起来 这些横幅上大都是 宁巧宁巧我爱你 或者是永远的女神 等一些东西 亲爱的朋友们 我想你们了 这是宁巧上场说的第一句话 说真的 退出娱乐圈 不再唱歌 不再拍戏 宁巧也心生遗憾 因为他是一个艺人 唱歌和拍戏 简直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一年来未登场 到现在 站到台上 他有种时空倒流的感觉 眼前的一切很熟悉 熟悉的掌声 熟悉的音乐 熟悉的舞台 以及他上场的第一句话 真情流露 根本就不用刻意的去渲染 这句话直接让好多人 眼泪直飙 有人曾经问过我 宁巧 你这一年来都去干什么了 你为什么不唱歌了 你要抛弃你的歌迷 你的粉丝吗 你要抛弃喜欢你的大家吗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抛弃过任何人 我是一名艺人 唱歌与拍戏 几乎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之所以退出娱乐圈 是为了我的事业 也是想为新入 娱乐圈的人提供一片净土 因为我不希望他们走弯路 这是我的理想 也是我力所能及 为娱乐做出的一点贡献 但不管在哪里 我还是我 我是你们的宁巧 今天能够重新站在这里 为大家唱歌 我感觉很高兴 宁巧的话音落下 现场爆发出了 轰鸣的掌声 掌声久久不绝 今天来场的差不多都是宁巧的贴杆粉丝 他们的偶像已经一年多 没有上过舞台了 但他还是那样漂亮 还是那么的真情流露 这让好多宁巧的粉丝感动得几乎要流泪 虽然他简短的几句话 但把他自己这一年来所做的事情都倒了出来 但是大家的热情让我难以忘怀 我真的真的很感动 我在江浙取景 去的时候整个景点都被围报了 问起来原因我才知道 原来是大家知道我来了 大家迫不及待的想见我 想听我唱歌 你们知道 我当时的心情吗 我真的很感动 很想流泪 我发觉 离开了舞台太久了 我现在想大家了 宁巧说的真情流露 他的眼眶微微有些发红 虽然退出娱乐圈 是要为娱乐圈打造出一片镜头 但是他还是割舍不了这个舞台 因为他是艺人 唱歌与演戏 已经融入到他的生命中 与他分不开了 所以我决定了 以后不管再忙 不管再累 我也会抽出时间 为大家唱一首歌 跳一支舞 好 宁巧 欢迎你回来 我们都欢迎你 宁巧 我们永远都支持你 掌声再次响起 在掌声中音乐响起 伴随着节奏 宁巧开始为大家唱他的成名曲 一世轮回 熟悉的音乐 熟悉的歌声 这让叶浩轩有种回到了年少时的错觉 他还记得宁巧 就是唱这首歌一句成名的 这首歌也曾经是红遍了大江南北 现在回味起来 却是别有一帆风味 唱着唱着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入戏了 所有人都跟着节奏 轻声地唱起来 一时间偌大的一个广场 想起了这首很老 但是很经典的歌曲的旋律 一曲结束 所有的粉丝都热情高达 宁巧发挥出他老戏骨的本能 邀请线上的观众上台 与他一起回来 一时间现场的气氛 达到了高达 毫无疑问 这次的一演是非常成功的 那个摆在台前的募捐箱 早已经被塞得满满的 工作人员临时 又带了数个募捐箱上去 这才勉强够用 就在一演即将结束的时候 一个男人突然越过了保镖队里 向台上跑去 同时他脱下一只鞋子 向宁巧砸去 好在一名保镖眼疾手快 及时的把他给按住 这才没有让他手中的鞋子丢出去 但是这个男人仍然对宁巧 骂骂咧咧的 无言会语 自然就不用多说了 这个男人的举动 引起了宁巧粉丝的愤怒 警察们做出应对 迅速的对这个男人进行抓捕 然后关到警车里面带走 因为这个男人不被带走的话 极有可能会被愤怒的粉丝们 四成碎片 但是粉丝们的情绪也有些不稳定 他们好不容易看到自己的偶像 事隔一年后再上场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 会发生这种事情 宁巧通过话筒 试图安慰愤怒的粉丝 但是有些无济于事 那些粉丝们对宁巧很关心 他们纷纷上前 要看宁巧有没有受伤 一时间场面有些失控了起来 宁巧的十几名保镖已经拦不住 防暴警察已经出去 但是人群一波一波的向前挤 那个临时搭乘的舞台 已经是摇摇晃晃的了 不要再挤了 舞台要倒了 不要再向前了 谢谢大家 我很好 宁巧喊了几声 发现话筒没有一点声音 话筒的电源线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破坏了 乔乔 去大厦里面躲躲吧 许丽跑上台说 躲下吧 现场已经失控了 交给警察吧 叶昊轩也跑了上来 好吧 硬巧丢下了话筒 和叶昊轩一起离开 就在这个时候 人群中不知道谁高呼了一声 乔乔受伤了 这句话立马像是点燃了一堆火药一样 整个现场轰的一声炸开了锅呀 防暴警察和武警组成的队伍 马上就被冲散 所有人都争先恐后的向高台上跑来 他们要看看宁巧到底伤得怎么样 轰隆一声 这个简易的台子也再也经不起人群的拥挤 倒了下 叶昊轩一把揽住宁巧 轻轻的移跃 两人落在了地上 走 躲躲去 叶昊轩拉着他向大厦跑去 这个地方一楼是一个大型的歌剧院 本来宁巧的演唱会是在这里面举行的 只是后来人实在是太多了 不得已之下只得进行露天演唱 叶昊轩带着宁巧跑到了歌剧院 顺手把门反锁上 弱大的歌剧院里面显得空荡荡的 因为演唱会的原定地点是在这里的 所以这里的音响设备都是调好的 只是里面没有人 显得有点空 让人感觉到有些甚人